欢迎来到文谦一响世界 最近因为香港在中国两会期间 突然的把香港新的国安法版 正式的列入两会的议程 什么叫做新的国安法版 在2003年SARS之前 中国大陆曾经拟定一个国安法 而国安法第23条 当时导致了香港数十万人上街头 后来由那个时候 香港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安法 而经过一段时间 已经长达将近16年之后 整个对中国的抗中 在香港从反修例到现在 可以说是整个香港跟中国的冲突 中国中央政府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而中国大陆的政府 在前一个阶段 去年香港问题达到最高峰的抗争时期 采取的态度是不禁解放军 不直接地干涉香港 虽然在言论里头多所指责 但是大体上主要的态度就是 各国外国势力不得干预香港 也把香港当地源源不绝 可以抗争所拥有的物资 全部都说成是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有没有介入 当然有 但是很多香港当地的中产阶级 医生 护士 各个不同类型的人 其实也在那个时刻 投入了抗中的活动 所以一杆子都说 这个是外国势力 其实并不正确 但外国势力在这里头 又是教会体系 给予整个反送中运动的支持 只是上在这个议题里头 一刚开始的时候 被中国一直认为是如此 所以查金流 查各方面的金钱的来源等等 但是我想这些都不太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 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 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 香港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 它在中国被列强侵略的过程当中 因为一次清朝政府的战败 它被割让给了英国 台湾也是一样 在一次中国自己甲午战争的失败中 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割让给日本 因为日本相对英国来讲 并不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何况日本虽然对台湾 在1930年代之后开始有所建设 1919年开始有水库 可是它整体的国家的财力 对殖民地本身的重视 都远远不如英国 当时的英国叫大英帝国 而随着大英帝国 殖民香港的结果 就使得很多在中国大陆南方的人 到了香港 而香港真正变成一个繁华的都市 完全来自于1949年 国共战争之后 中国大陆完全一手成为共产党 所统治的国家 那个时候大量的 尤其是在长江以南的很多 各方富家上海滩的人 几乎都聚集在香港 某个程度来说 是一个战乱的中国 是一个破碎的中国 成全了一个繁荣的香港 香港那个时候一个弹丸之地 它可以把所有上海的电影产业 把上海里头 富可敌国的非常多的人 把上海跟各地的银行家 通通都搬到了香港去 也把很多各地的人才 都聚集到香港 当时台湾来的主要是 跟着国民政府来台湾的 大概有100万 而且以知识分子 技术官僚为主 商人有一小部分 很多商人当时就直接去了香港 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不保的 那这个是香港所组成的 从中国大陆去香港的一些重要的富商 里头董建华的父亲 这些传网都是 后来当地的主要的富裕的人 除了搞电影的像邵逸夫之外 大多数通通都是房地产商 因为香港弹丸之地 容纳这么多人 这解释是一个奇迹 后来香港呢 在英国的治理之下 它不止有所谓的言论自由 它本身的金融各方面的开放 它的international 它的这个国际化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在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四小龙之首有一度是台湾 但香港跟新加坡 一直是在竞争的一个角色 那个时候在纺织业 各方面的一些轻工业 香港都有它制造业的角色 但后来香港 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崛起之后 香港变成了一个营运中心 变成了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我们今天所知道 香港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变的 你看香港呢 其实你看香港本身的历史 香港呢 它很多地方 你到它的 比如说半岛酒店 非常殖民风格 你到它的潜水湾 哇那简直是一个洋人 所建造出来的 在东方的一个乐园 可是呢你在一些小巷子里就看 哇这招牌好大好大 天天天满 就非常local 非常广东话 但是他们拿出来的名片 可能另外一面 是一个很典雅的英语 或者很典雅的法文 这就是香港 它看起来很国际化 它其实又很localize 那它有很多什么 像广东圣德菜啊 也有汕头的地方的菜啊 那像李嘉诚就是汕头人啊 那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 像潮州菜啊 各种类型的菜 所以它就是美食的天堂 如果就美食来讲 它跟台湾很不同 就是大概大江以北的 香港很少 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 北京烤鸭叫陆明春 那香港也有满洲人开的餐厅 台湾反而没有 台湾只有这个 有一个叫天桥的地方啊 天桥这个地方呢 它的满洲菜就是一两道 但是它不是完全以满洲菜为主 那你可以想象 满清是被民国推翻的 所以国民政府来台湾 他们当然是去香港这样的 所以有一些有钱的 一点点有钱的满洲人 会聚集到香港去 那香港因为它充满了一种 既东方又殖民 又讲英语 所以有很多 international的国际人士 又喜欢旅居在这里 香港除了本岛 九龙之外 它另外还有一些小岛 像南亚岛等等 它又成了很多 文人雅市 喜欢居住在那里地方的 一个偏远的 好像一个B居的地点 所以太特别了 那这些特别呢 使香港过去在英国的治理里头 有非常良好的官僚体系 他们的部长的薪水 都是四十万五十万 他们教授的薪水都是三十万四十万 跟台湾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一流的人才 进政府 一流的人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 那香港的前几大学校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等等 在全世界的排名都比台大前面 虽然香港是只有一个六七百万人的城市 虽然香港其实以它 所应该拥有的学术水平 应该是落后台大的 以香港所拥有的师资 本来应该是落后台大 可是因为它给予高薪水 它国际化的早 像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 原来排名排不上 可是呢 在董建华当特首的时间里头 他砸了几百亿的预算 然后把朱金武台湾呢 在台湾清水长大的朱金武 他的父亲当然也是从中国大陆来了台湾 后来呢 他在美国可以称之为 叫美国半导体方面 最杰出的科技人才 他们三顾茅庐 请他去香港 而他是台湾长大的 他是中央研究员的院士 可是最后他选择不是回来台湾 他是选择去了香港 做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 我曾经请问朱金武为什么 他说台湾太难了 因为台湾是 齐头的平等式主义 讲难题一点就是 国家没有一个大的政策方向 自从蒋经国死了以后 大家都在谈分配 所以你一旦集中资源 给台大交大清大 其他学校就叫起来 那另外他们就说 你不要人文吗 你只要科技吗 好吧 你说你要集中精神 做生物科技 你给阳眉大学 跟交通大学合并 那其他的人就说 你只要生物科技吗 你通通都不要 我们过去科学园区里头的 基本东西的吗 那你没有其他的 真正的好的科技的投资 你这样在云端方面 要跟人家怎么样竞争 历史不重要吗 人文不重要吗 台湾什么事都会吵 那香港基本上过去 它的特征就是 专业技术官僚统治 这个社会 那漫漫的这个时代 也过去了 随着1997年 Hanover 7月1号 按照那个时候 柴切尔和邓小平 在谈判的时候 这个叫中英联合声明 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 当然没有资格说一句话 香港被割让 他没有资格说 我要不要被割让 其实香港那时候是个小渔村 后来到了柴切尔夫人 谈判的时候 香港也没有选择出来说话 所以我曾经采访过 香港民主派的领导者李助明 他认为他们那一代的人 辜负了香港的下一代的人 他们在最可以为香港 争取到更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面对的是 英国殖民政府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么做 他们就看着柴切尔夫人 在人民大会堂上摔了一跤 然后能够帮助香港 争取的非常的少 最后和邓小平 基于英国的利益 签下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签下了以后 彭定康作为香港末代总督 才开始开放了部分的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but everything is just too late 都很晚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我担任 野蛮刹明公司总经理 我大概每个礼拜四 都要去香港开会 后来到了旧的国安法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多久以后 我就因为凤凰卫视 我也大概每两个礼拜 都到香港 你刚开始都觉得说 哇怎么会有个社会 对政治这么冷漠 只对赚钱这么有兴趣 香港曾经被称为 叫文化沙漠 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上海 在香港人长大的 他说文献只有我会告诉你 实话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 他说你一旦碰到一个上海人 你要知道对他来讲 现实就是他从小 被养成过程当中的价值观 如果你碰到一个香港人 那不是现实 那是百分之百 我可以得到什么 是他在这个人生里头 永远不变的真理 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香港人 你可以跟他交易 你碰到一个上海人 你也可以跟他暂时的 做一点朋友交易 如果你碰到一个既是上海背景 又是住在香港长大 你一定要拔腿就跑 当然他是在开玩笑 他就谈到原来香港这样一个文化 那后来呢 随着1997年 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6月30号那一天 就是Hannover的前一天 很多人聚集在东方文化的顶楼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 就看着维多利亚港 然后之后就查尔斯王子 然后就国旗就交换 那港印旗升上来 紫荆旗就升上来了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企也升上来 那在现场演唱的一首歌 就叫《东方之柱之音》 然后最后呢就走了 那查尔斯王子走掉了 几乎全场的香港人都哭了 有半人哭说 我们终于回归祖国 有半人哭说 我们的祖国抛弃了我们 就是英国抛弃了我们 那个时候有很多港星 也都移民到加拿大 你看那一段时间 多少人移民到加拿大 后来发现移民到加拿大 好山好水好无聊 而且没有演艺事业可以发展 所以呢看香港好像又稳定了 又回来 那香港在关于中国大陆 内部的事情的反应 也都比台湾激烈 比如说天安门事件 台湾很在乎 可是香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连梅艳芳这些人都上街头抗争 当时大概出现了 将近一百万人的抗争 跟台湾比起来来讲 他们很了解 这个关乎着香港的未来 可是总之呢 这一波呢 是从修改国中的教科书开始 然后一波一波一波 最后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遣送条例 台湾有没有引渡 然后又包括中国大陆 很多人在中国大陆搞地下钱庄 倒了人家的钱 要被引渡 这件事情 它就使香港本来最骄傲的 法制制度跟司法独立 在基本法里头的精神 被破坏掉了 所以呢 从林郑月娥角度来看 她以为她在处理一个 简单的case 从香港 其他人来看是 你在破坏香港 最珍贵的司法独立 那从此之后 双方的不信任 当然就是更尖锐 然后就直接冲着北京政府 那北京政府呢 可以说在去年 大致就是 我不会放解放军进来 我全力支持港府 我也不会像外界讲的 我撤换林郑月娥 但是就是警告外国势力 不得进入 而香港的反对派 有的时候也会因为 现在社群媒体的关系 那香港支持政府的人 也因为如此 双方都散播很多假消息 这样子 那无论如何那个抗争 因为新冠病毒 COVID-19就慢慢结束了 在中间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悲剧 最后被避免了 比如说 有些学生激进到一个程度 他们认为 他们的人生是无望的 他们要做最绝望的抗争 甚至到最后 他们都对了这个 通过洪汉的一个隧道 他就要把这个彻底毁掉了 所以就不断不断地 丢各种汽油弹 然后呢 甚至他们几个人 绑在一起 准备全部都自焚 所以校长就要到校园里头 不断地安慰这个学生 拜托他们撤队 当校长在做这些安慰工作的时候 他们也认为说 你是港府的走狗 你是什么什么人 所以其实几乎没有人 有办法在这些事情里头 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说这个时代 他框住了每一个人 你该对大英帝国 这个相信民主自由的政权 抗争民主的时候 香港人错过了 你对一个完全不信任 民主自由的一个政府 不信任也不接受 你特别因为香港的原因 你觉得我要跟你抗争 我要得到更多的民主自由 这个是一定某个程度 你就是跟他的硬拳头碰 而按照当时的港英的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是属于中国的一国的部分 既然如此 香港跟北京政府之间 任何的冲突 都是他的国内的内政 那外国政府的包括像英国 像美国能够做的就是道义声援 其次如果进一步可以升级成贸易制裁 他绝不可能为你开战 那既然是贸易制裁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太大 所以我们看他去年一整年 连英国都是说说而已 美国也是如此 而最近北京决定出手 第一个他决定出手 有几个因素 这是我的分析 第一个是COVID-19 新冠病毒时的各国经济 已经到了大萧条形的事业 他根本没有能力 对其他的国家再进行贸易制裁 他可以对伊朗 因为他对那个市场的依赖很少 他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贸易制裁 他没有办法承受 他顶多只是打打关税战 然后事实上连第一阶段的关税协议 都还在进行当中 这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 从中国大陆的领导者的 两会的角度来看 他们现在经济呢 已经从原来正成长6.6% 变成负成长6.8% 那整个国内的失业 国内的经济一塌糊涂到一个状况 这个时刻任何领导者 大概会完的政治布局 都是民族主义 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讲 民族主义里头 他选择立题 当然是香港 之前有很多人说他会选择台湾 我说台湾蔡英文 也就跟以前一样 他也不给你借口 他也不挑衅 对中国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急迫性 香港急迫性明显的很多 他为什么选择香港 而不是选择台湾呢 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些人的讲话 我觉得有点伟言耸听 那我觉得他当然会选择香港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 那我是跟有一个企业界 他对蔡英文非常熟悉 他认为要在蔡英文的旧直言说里头 对中国释出很大的善意 他个人是蔡英文很大的支持者 我就跟他说 我并不认为蔡英文会这么做 而且他说蔡英文应该说一些话 比如说他的说法是说 国民党以前把两岸关系处理很好 我现在已经第二任了 那我希望可以改善两岸关系 所以我要邀请国民党来参加 现在我们的执政政府里头 来处理两岸关系 我说他讲完了明天就倒了 这样在民党党内 他就说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他的第二任 我就想说商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光环 他们是政治外行人 那这也提醒我在有些事情里头 当你是外行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讲话 你不要以为你在A方面有光环 你在B方面就可以得到光环 不是如此的 那当然最后我们看到蔡英文 在发表两岸关系里头 是在整个旧直言说以后的最后 前面谈了很多 第一句话先说台湾难得的时刻 接着谈到了中华民国 就谈到了产业政策 面对疫情 台湾的表现 如何得到了光荣 然后台湾老百姓的表现等等 谈到了接着过来产业政策 他长远之后 到了最后 第一个是谈国防政策 最后一段是把国防 参与国际社会 跟稳定两岸关系 三个放在一节 换句话说 国防 你要跟他打仗 放在前面 我们要参加国际社会 这个也放在第二项 第三项是稳定的两岸关系 那当然从逻辑来讲 它是冲突的 那你就知道说 某个程度来说 蔡英文并没有挑衅 可是海就维持原来 既有的既定立场 那回来来谈香港 我今天主要是要想播一些音乐 就谈一下所有香港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同情里头 有很多无奈 然后也知道说 很多时刻 就好像车臣 他在当时 俄罗斯 很多前苏联国家一一独立 他就没有独立掉 他没有独立掉的原因是 他当时有黑海舰队 在那个地方 那是核子潜艇 而美国不会容许回教徒 拥有核子潜艇基地 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就说 那是俄罗斯的内政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就在 叶尔卿执政的时刻 俄罗斯跟车臣之间 彼此的杀战 到了可怕的一个地步 然后他们的人 在高加索的山区里头 那个太太妈妈们 全部手拉手 就是希望挡住俄罗斯的坦克车 那个惨烈的情况 我在美国看了都为之泪垂 你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强国的交换 香港问题 现在英国跟美国 都有很高的分贝 可是他们也很可能处于分贝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香港开始进行 新一波的抗争 而中国也开始决定选择 这个时机点 国际没有能力 对它做贸易制裁 大家也自顾不小的时候 直接由中央立法 也就是说 我跟你宣战是这个时刻 那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中国对于香港定新国安法 It's just the beginning 只是开始而已 那我自己没有办法做评论 因为我不是真正 中国内部政治问题的专家 我只是学习历史里头 知道每一个国家 面对内部的困难 他就会抬出民族主义 台湾的领导者如此 中国大陆领导者如此 而这个时刻他会选择香港 而香港和他之间的抗争 没有真正国际 对他百分之百的支持 他的抗争其实会很惨烈 但是某个程度 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决定如此做 发出他们的声音 那我想会 会不会改变历史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这里头 有些人 像李祝铭被逮捕的时刻 他说他被逮捕了 他终于和香港的年轻人一样 为民主一样付出了代价 他不觉得 他那么对不起这些年轻人 他们里头还有一些人 是令人敬佩的 那有些人未必 但我特别推崇李祝铭